55. 《頭條日報》 群星齊參榮優演唱會輝歌入行 50年拍片做主持 2015年5月9日娛樂P66樂壇教父顧家輝 一連十場的榮優演唱會作晚開羅、鄭少秋、關谷英、 陳潔玲、葉振堂及謝安琦等演繹多首輝歌的經典名作 向他致敬,顧家輝榮優成典演唱會二千零一十五 昨晚在紅館舉行首場演出 輝歌在傍晚率領演出嘉賓鄭少秋、關谷英、謝安琦、 葉振堂等部出紅館,出席拜神撤少豬儀式 輝歌首持大鄉足大領眾歌手及工作人員 全常鄉則因宗教信仰而在旁祈禱,輝歌隨後又逐一跟嘉賓談談 近來因無新於篇《大時代而歇爆》的秋冠,聽到有Fans高夫其名字時, 亦有向他們揮手,昨晚到場看書的嘉賓眾多,其中六審方日華更專程陪伴輝歌夫婦看書, 每位觀眾均獲派一本場刊《內島》有輝歌榮優錦然,他感謝多位好友包括 六叔邵逸夫、方日華,以及合作《無間的黃瞻》, 專想踢死套的輝歌於八時半許有徒弟兼演唱會總監徐日勤陪伴升上台, 輝歌邊走邊向觀眾揮手,獲觀眾語以熱力掌聲,徐日勤之後 扶輝歌下台看書,台上播放輝歌預先錄影的片段, 他表示入行五十年未做過主持,因怕在台上騰居,所以穩陣地拍片。